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出人意料的奇幻短片《美人鱼》 茫茫大海上驶来了一艘小船,是小兽和大胖两兄弟的渔船 由于电力不足,他们如今大概只能漂浮在这片海域,等待救援了 小胖拍了拍他的肩膀,暗示他不必担心 小兽气的捶了一下围杆,海鸥都被吓飞了 同样是这片海域的深海下,好几个人类头骨排放的整整齐齐 从模样来看,他们都是出海的船长 一只身材娇好的美人鱼游到了自己的化妆台旁 给自己的小宠物河豚,来了个奠基疗法,化妆灯就这样成了 检查完自己的妆容并无大碍之后,他来到了海上 看到了不远处那艘小兽和大胖的船,此刻的他心生遗迹 立刻下海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大波,妖娆地跳出了水面 没想到小船却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地方,缓慢向前行驶着 美人鱼再次跟到船边,刚响一盏割喉,就被倒了一头的鱼骨头 他很生气地将鱼骨头扔掉,却被船毛砸到了海底 真是好惨一条鱼,俗话说得好,千万不要惹女人 美人鱼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迅速地接近小船 小兽以为是有什么怪物出现,立马进入了警戒状态 然而平静的海面上只有一只海鸥,小兽还借这个机会嘲笑了大胖一通 突然美人鱼一跃而起,在板空中摆了几个性感迷人的姿势 这谁顶得住啊,姐姐我想 然后他就被海鸥砸了头,掉进了海里 真是好惨一女的,但他仍然不放弃 即使头破血流也要坚持爬上船,勾引他的猎物 他一把将小兽拉到身边,享用着迷人的电唇电晕塔 却被赶来的大胖一铲敲晕 没想到晕倒在船上的美人鱼竟然给传通了电 而且电力之强大,连绕地球好几圈的男服都比不上 他们心生一计,同时美人鱼醒了过来 楚楚可怜地看着面前的这两个男人 最后再次被一铲敲晕 真的是钢铁之难 等他醒来后,发现面前的小兽正想铺上去干他 却一头撞上了玻璃 此刻的他被小兽和大胖囚禁在了酒吧的玻璃展柜里 任由他如何勾引也不管用 气急败坏的美人鱼释放出了强劲的电力 一气更比气节强 小兽打开特制的转换器 整个酒吧瞬间灯红酒绿 美人鱼就这样冲了他们的发电机 酒吧里的人们都载歌载舞 小兽开心地走到小胖身边 来了一个爱的亲亲 难怪他们包括整个酒吧的人都可以不受魅惑 原来这是个gay吧 这个结局真的让我始料未及 我承认我输了 输得还很彻底 怪只怪这条美人鱼生错了性别 好了,今天的电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寻找美人鱼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评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小继见啦